好 进行戳合之前稍微又有一点压回 现在从300点以上拉回到289点进行戳合 这刚刚突然在5分钟前 怎么有一个小压力呢 是台积电吗 台积电刚刚一度最高是到105块 现在又被压回到1000块进行戳合 所以早上冲高后 留了是14K 所以待会看看是不是能够拉高了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不过也看到今天除了台积电之外 也同时有带动了像联发科 鸿海 广达 这些个股还有伪创呈现了走高 在这时候全职龙头的AI股有起色 因为挥达黄仁勋不再卖股票了吗 挥达昨天大涨走高激励了AI股向上冲 黄仁勋的卖股计划提前结束 因为最新看到的消息 在报告当中发现到 他该卖的计划已经卖到9月初卖完了 总共套现大概是7亿美元 这也是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卖股计划之后 原本预计要卖到明年3月的 现在看一看已经卖完了 就提早在9月份就结束 提早半年完成 好 接下来大家就不会再看到 黄仁勋卖股的消息了 那是不是在这时候真的 可以让挥达股价继续引领台股 或继续引领美股再走高 台积电攻上1000元之后 今天带动了很多 低位阶的AI股也跟进走深 到底是追逐台积电 还是选择其他的IC设计 或是像现在低位阶反弹的 这些老AI股 或者是像散热族群的个股呢 请到的是龚鸿斌 龚分议师 鸿斌怎么看 好 凯明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加全指数 受到台积电的一个带动 那其实也算是正式的 翻多打了一个非常大 漂亮的一个WD 那台积电现阶段 其实它已经来到了1000块以上了 那短线上会建议大家 就是台积电 就是我们每次台积电 最好都还是去用利空去做布局 但是台积电它是我们的一个强势指标 那台积电接下来就很有机会 再去慢慢的沿着五日均线上攻 去挑战前波的一个高点 它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形态 反而是最强的 那如果说在相关的一些全职个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2317的一个鸿海 鸿海上次我们说 它要涨的条件 就是第一 它的技术面 当然是前低这个底部的 这个165.5的地方 要守住 然后再来就是外资 因为它跟外资的联动度是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 三天连续外资站在买超 所以造成它这一波去回撤 去挑战一下技线的一个压力 但是技线还是呈现下弯的 那后续如果 外资的买超是持续的 那有稍微修正一下 它跟那个均线的乖离 我觉得鸿海联发科 伪创广达 这些相关的一些AI指标股 都可以持续性的去就一个留意 然后再来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一个散热族群 其实散热族群 我觉得接下来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标的 我们可以看到像8996的高利 它的技术面其实已经呈现翻多的一个状态 它这个翻多的一个均线 而且投信都是站在买超 这些相关的一些散热个股指标 这一波的一个指标股走的比较强的 反而是8996的高利 那像3017的一个旗红 那目前还在季线的一个下方 那主要就是来自于投信的一个卖超 那投信什么时候转卖为买 那就是它股价能否去挑战季线的一个动力 那另外的话 还可以看一下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指标股 散热的指标股 3653的一个建策 那建策这一波其实走的也很强势 但都还在高涨去做整理 那所有的均线都还是呈现多头排列 散热的这几只领头的 大家都还是可以持续下去做关注 好 这我们看到这几档个股 在AI股的题材当中来做留意 当然讲到说 今天看台积电的领涨大盘 来到一千块 一千块五 刚收盘就是以今天最高点做收 收在一千零五块钱 最后一单拉高 还是收涨了十八块钱 所以今天它终于 再一次的重返千元大关 千元到手 现在回到了一千零五块 所以千金股又多了这么一档 就是台积电 能不能够带动其他千金股 今天一起呢 或是接下来几天一起走高 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千元俱乐部的部分 早上表现还不错 从台积电之外 包括了像是 在涨停板当中 有力望跟创意 工高涨停 创意是跌升反弹 今天千元俱乐部的个股反弹了 另外个股当中也包括了 有千元俱乐部当中 像信华 翔硕 佳泽 这也都今天有涨半跟涨停板以上的 红素联发科 建策 围影大力光 今天也走高 再多一档 今天就是台积电 千元俱乐部 多了这么一档 一千零五块 收盘涨十八块 所以台股最后一单 应该有机会再向上拉高 现在进行撮合当中了 好 另外也看到最新消息 讲到台积电 传出台积电决定要扩大 对于先进封装的布局 之前一度传出 有可能考虑云林 当作设厂的地点 但今天有媒体报导说 可能会舍弃云林转到屏东 转到屏东去 这台积电今天有回应 说不排除任何可能 这当然也让市场格外的关注 那是不是有可能到屏东去设厂呢 台积电今天也有做这样的回应 不排除任何可能 他们设厂的地点 都是有很多考量的 有很多考量的 好 那今天看到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实还有包括鸿海 包括广达 都有在反弹当中 要准备挑战季线 这两档还没有站上季线的个股 今天早上一度有碰到的鸿海 最后一单呢 还是得而复失了 没有站稳 季线有碰触到 但至少今天鸿海跟广达都有带量 好 一样请教红斌 这鸿海广达部分 在季线以下的个股 是不是有补涨空间 现在去压它补涨空间 可不可以 鸿海广达你会选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两档的技术面 其实都是在月居金线这边去做区间震荡 然后今天都是以跳空的一个方式 但现阶段的话 我会选择的话是2382的一个广达 因为广达除了那个 挥达的一个题材之外 它接下来还有一些就是消费性电子的一些回文 它都会持续性的一个受惠 然后再加上明天有一个达名机器人的挂牌 那也都是他们旗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产业 那题材方面的话 可以释放的一个比较多一点 而且因为它是高价股 相对的一个筹码会比较干净一点点 那它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现在外资还对它还是呈现卖操 但是投信倒是不离不弃的 站在做买操的一个动作 那后续如果外资能由卖转买的话 我觉得广达的一个整体的爆发力 应该会比231级的红海还要来的加一点 好广达还有红海 另外呢刚刚也讲到先进封装 日月光的股价跟金元电的股价 今天看起来日月光连续三天 有站回季线 那金元电就是今天一度要挑战 可惜呢点到为止 那金元电有没有在这种 中止连黑的跌升反弹当中 有空间的条件 你怎么看日月光可以站上三天季线 金元电今年挑战 可惜最后没有成功了 但是有没有它的空间期待 好那个封色的龙头 三七一的一个日月光头控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 它虽然今天涨幅没有到非常多 但是最后一单都会把它一个 做一个拉抬了 让它正式站上季线 那也突破了前波的一个整理平台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点 所以在三七一正式翻多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觉得2449的一个金元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段时间已经连续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横盘了 但是股价也没有再去创低了 现阶段刚好就是回撤8月9号的这个调空缺口 连续撤了一次两次三次 那我觉得后续 只要三七一一的一个日月光头控 能持续性的一个走强 2449的一个金元电 就有机会跟上去做一个补党的一个力道 好 刚刚看到这今天几个亮大股当中 龙头一点的来看季线下 在反攻挑战季线关卡的时候 增量有涨的个股 今天有鸿海广达 还有包括金元电 这几档个股的部分 那台股目前是涨329点收盘 涨在22761点 那今天的相对高点做收 今年涨的幅度有1.47%左右 亚洲股市比一比 今天的表现上 其实日本续涨 香港大陆股市维持走高 韩国小跌 韩国反而最近弱一点 那陆港股最近比较强 涨幅有超过1.4% 台股也有涨近1.5% 今年涨了329点 看看权重股的贡献 台积电最后拉高18块做收 收在105块钱 贡献141点 所以大概有接近一半左右的点数 是台积电贡献 加上了鸿海跟广达的贡献 有将近45点左右 那鸿海广达也是对于大盘有功了 有功的拉台 还有联发科 联发科今年涨30块 也是贡献15点左右 那接下来就是航运股的万海 万海最后涨停演出 99块7 第二根涨停板 今年笑纳两根涨停 万海笑纳两根涨停 今天还带量冲高所涨停 到底明天有没有再看到 航运股继续出航的机会 已经连续几天的走高反弹了 今天也看到付加费上涨了 确定了 那今天一样能够涨 到底在这里的货柜行 可以续工 在这一周都维持强势吗 航海王这一周可以在 逆势于飞电族群当中特别强吗 你怎么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最担心的 大概在2602615的一个万海的话 就是它在6月7号跟6月11号的 前波的一个套牢卖压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前波两个高点 其实量并没有放得很大 那反倒是这两天 是持续开始做出量 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来到15万张 所以明天就有非常大的机会 去挑战前波高点 突破前波高点 整数关卡的一个位置 而且以筹码面来去做分析 它的一个外资跟投信 其实近期都是站在买超 所以外资跟投信 同买的个股 最近在盘市中 表现的就会稍微 比较强一点点 那如果说万海 如果能正式突破 这个三个月的一个 整理平台的话 那自然而然就会带动 2603的一个长龙 跟2609的一个阳明 刚好是底部翻多的一个位置 那反正是这两支去做选择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2609的一个阳明 那整体位置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那今天也算是微幅的一个 出量上攻 但是缩量的情况 没有像2603阳明 来的比较多一点 那它整体的一个量 释放的蛮漂亮的 再让投信有去做一个买超的动作 后续的一个补涨的力道 大家可以持续下去做一个留意 好刚刚看到今天呢 航运股的部分 长龙万海跟阳明 那尤其是万海先攻涨停 阳明长龙 今天其实涨势上也维持续墙 那反而长龙的部分 今天是来到209块5 继续连三红的一个创高表现 这里呢 已经有打双脚底之后转强挑战前面的高点位置 210块挑战 这个明天整数一个关卡 210 好这是我们看到货柜轮的部分 散装轮其实今天表现也不错了 那大致以中贵 先攻涨停所住 这也是跌审反弹第二根涨停板的 好其他个股呢 则看到散装轮当中 有新兴航运跟慧阳KY 今天呢 也呈现了走高还包括育民航运了 看看今天的盘事重点 那说到了 今天就是以台积电的领长 那其中 黄仁勋传出 已经卖股卖到了最后 已经卖完了 在今年预估的卖股 已经调节完毕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不会再卖了呢 回答领长让台积电攻上了105块钱 是今天的高点收盘 广达鸿海联发科 今天也呈现了反弹走高 联发科来到1225块 上涨30块钱 联发科的股价 这几天呢 也可以看到在挑战季线 所以鸿海广达联发科 今天都有企图要挑战季线的味道 明天是不是可以一起站上 而今天比较强势的新主流 是工具机跟机器人 因为顺应着 明天达明要新贵挂牌 他的认购价来到120块 能不能够带来 所谓的蜜月行情 今天拥有达明很多持股的广民 先冲高到涨停板附近 早上一度有冲到114块的涨停价 涨停打开 今天带量 今天还带动了包括广达 也有走高 当然看到广达市挑战季线 稍遇反压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货柜三雄 上涨附加费的条件之下 今天让万海再涨停板 而杨明跟长荣维持续墙 今天台股的收盘表现 最后上涨329点 在22761点来收盘 好 个股的部分 有些涨多股的拉回 则要注意到今天反而 没有跟进台股大涨 涨多拉回的个股 早上有包括印太 最后小跌 联光通 联军 上权 跟仲达出现涨多 休息拉回 这些很多是光通讯族群的个股 今天反而休息 立刻请教的是 红冰在这边可以 请到林瑞宏林分医师 在现场告诉大家 涨多拉回股的部分来看一下 尤其是光通讯个股 前几天很强 在台股间大涨当中 他们熄火 那明天怎么看 这些个股会转变主流 换到其他个股去 手上有的人 趁着他有点小回的时候 要赶快获利入带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3450的联军 4977的重大 跟3363的上权 在整个光通讯 都是大家可以发现 之前很强的 但是在这几天 常常收得上一线 就是他的攻击形态 没有这么去强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光通讯的部分 只要他打下去 都有被拉上来的痕迹 我们就以3450的联军来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直沿着五日线走上去 虽然今天是有破五日线 但是又马上拉回来 我反而觉得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形态 但是从这个形态上来看 大家还是要注意 他的这个量 说会延续大概一周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下礼拜 还是有机会重新攻上去 成为主流 所以我反而认为 像是3450 4977 跟3363 都是还可以留意的 还有像是这个 6451的这个讯星KY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破了之后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他破了十日线走 如果再马上拉回去的话 因为像现在整个的量 是没有破坏掉 那光通讯大家也知道 现在还在做梦的题材 在营收还没出来的时候 如果在九月营收开高之后 就在十月初的这个时间点 在前面布局 我觉得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进场时机点 就是后面会有个营收的催化剂 所以光通讯 我认为下礼拜 是可以留意的关键时间 好 光通讯股虽然涨多拉回 但主要是因为这个位阶高 现在台股在反弹当中 反而股价走高的表现 涨多拉回的个股 有重达连光通 前顶这些个股震荡 稍有回测了 另外显卡概念股 当然也是这两天很强的 印太跟城企 也是有点涨多休息 尤其是印太 印太的部分呢 今天是稍有拉回 但一样有回测五日线 有手 虽然它是小跌的 那今天算 看起来是三天没有过高 这还能报吗 印太怎么看 如果你看印太 虽然三天没有过高 但大家看到 至少有一件好事 就是在前面 就是四天前 四个工作天前 它其实是开高 有报大量的 然后收一个长上线 但大家可以看到 一样也是守住五日线 而且是有量缩 整理的形态 通常这种股票 只要量缩 回费五日线 等到它量再起来 攻上去的话 通常还会有一波的涨势 所以我认为 这边如果守住五日线的话 是可以去做一个建仓的动作 反正后面只要跌破五日线 当然就是比较一个 重要停损点 但是现在量能都说起来的话 我反而觉得量缩整理 最后面再往上攻第二波 是一个比较好的形态 来做去做这个攻击 好 这我们刚刚看到 今天几档个股 反而在台股 哇 好像这个歌舞升平 持续走高 站上季线之后 有些今天反而有点 涨多熄火 涨多熄火的个股 怎么看待 但他们之前 今天是很强的 是很强势的 今天稍有整理 好 另外呢 则看到了在族群当中 今天很夯的机器人 明天有广名要 这个在达民要准备 挂新柜的时候 题材上的受贿 今天那么强势 已经先反应了呢 还是说明天有续 蜜月行情的公告条件 你会选谁 好 算这个6188的广名 虽然尾盘掌 也是没锁住的 但今天有大量的当冲 是非常正常 所以我们可以留意 即使今天当冲爆大量 但它可以 让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股价杀下来之后 其实被吃了不少 所以尾盘也是收在 在这个9%附近 这种通常都是明天 会续工的讯号之一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6188的广名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 4510的高峰 跟8374的罗森 都是可以一起搭配留意 原因是机器人 已经盘整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盘整都没有叠下去的话 这种形态 只要机器人整个族群 一波上攻 转枪 像高峰 罗森 然后由广名去带动的话 我认为在平台区间 上去之后 机器人还会有一波 这个上涨的走势 好 这我们刚刚看到 机器人股的部分 今天的表现 那另外呢 也看到了 在台股的部分 收盘涨329点的幅度 来到了 22,761点 今天都在讲电子股 但是唯一传产 就是最强在于 航运股 航运股的部分 最后收涨的是 中贵跟万海的涨停板 而半根涨停板 有左右有 阳明 然后续墙的 有长荣 今天呈现走高 这是在传产股当中 今天维持续工的 待会告诉你更多 明天看盘中 马上回来 明天看盘中